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想心平气和地跟你谈一谈有关于宛如的事 其实你跟姜宛如的婚姻并不幸福 是吗 这是姜宛如跟你说的 是我感觉到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姜宛如应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你是在说我无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是真正爱一个女人 你难道就不想让这个女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能让姜宛如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一点你不否认吧 你放了她 我可以给你补偿 你什么意思 只要你答应跟她离婚 我给你三百万 你是在跟我做生意 你想让我卖老婆对吗 不是 这只是对你的补偿 补偿你这么多年来对她的招 我想这三百万也够了 有钱人是挺大方 要是明天有人再出六百万 你是不是还打算把她转卖了 不可能 因为姜宛如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我想对你来说这三百万很重要 你有了这三百万你还要什么呢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最想干什么吗 想揍我一顿 真聪明 只要你愿意那你就来吧 为了玩意我愿意 我怕脏了我的手 你不觉得你太卑鄙吗 李先生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跟姜宛如之间 你少废话 我没工夫听你啰嗦 你听着 如果姜宛如她自己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 我同意离婚 你不用破费 三百万 这堆在一起干是多少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她真是这么说的 不会是骗你吧 你得意思说 如果她没骗我 如果她真给我这么多钱 我就应该把姜宛如让给她是吧 我可没这么说 我只是觉得有钱人就是厉害 一出手就是三百万 什么事不能摆平啊 要是给我二话没说 把钱先拿过来 这么大的上海滩有这么多钱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跟姜宛如这么恋的感情 是用钱能买得来的吗 你告诉我 感情是虚的 钱是真的 我于员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我明白 我知道 如果修丽跟了你 如果因为钱你可以把它卖了 不会 那倒真不会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你是想我跟你说实话 说 你和嫂子的事啊 我仔细地琢磨过 过去我没给你捅破 那就给你顾面子 其实啊 我觉得你跟嫂子并不合适 说 好 嫂子嫁给你 那是没办法 你以为嫂子是个残疾 你肯娶她 她就是福气了 你错了 嫂子嫁给你 是下嫁了 嫂子她什么人 她是女人当中的精品 她就是残疾 她也还是个精品啊 只不过是有点瑕疵罢了 威纳斯她断了手绑子 她还是威纳斯 你是什么 你算什么 上海滩这么大 你算老几啊 你以为嫂子嫁给你 她就享清福啊 她是跟着你遭罪啊 对 你也是个好男人 不好烟不好酒 不赌不嫖 做丈夫嘛 也算是尽心尽责 可嫂子她喜欢的 不是你这种类型的男人 她喜欢的是沈阳这样的 我和姜宛如 早晚要分手 我也没这么多说 也许你们就这样凑合 也就在你们过下去了 现在很多夫妻 不就这个样子吗 你又没经历过婚姻 你说你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没吃过猪肉 还没听过猪叫我 谢谢你啊 谢谢我什么 谢谢你 是唯一跟我说真话的人 谁叫我们俩是连金啊 我不帮你谁帮你 你在哪儿啊 什么 你等着我 我马上过来 请进 沈总 你找我啊 坐吧 咱们随便聊聊 我们在一起有几年了 四年了 是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都四年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从小大小闹开始 坐公交车吃盒饭 所有的苦我们都吃了 所有的苦我们都吃了 现在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不能创下这么大的一份家业 是啊 也算是商业界的一个奇迹了 怎么 沈总怎么突然想起这些了 面对这么大的一份家业 面对这么大的一份家业 你我得好好保护他 是吗 你都听说些什么 是不是我工作没做好 那都没有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 这一点我不说你也清楚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让任何人接近我们的核心机密 特别是李萌桥 好的 我明白 还有 你另外再找几个人 几个比较贴心的人 将我们过去的账重新再做一下 将所有有可能出现漏洞的问题 都堵上 要经得起任何检查 这很难 再难也得做 事到如今的我不得不提防 沈总 也许有件事我不该说 你说吧 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 你得罪黄总和林梦娇 你这样做 不太明智吧 你也这么认为吗 你这样感情勇士 是一个企业劳总的打击 也许 你会为此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和林梦娱娅 你冲心是一个小生死者 他不是人死者 他不是尴尬 和杀吉他 有事 特别伤害他 他有事 你不忍得外伤害他 你不听个人才不听呀 他跟曾美女的消失 你十二点钟之前把钱送过来 我们不伤他一根毫毛 否则的话 我们就对他不客气了 记住 力滚力十二十万 少一分都不行 老板 老板 在厨房里呢 于云 于云 欣田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这么早 你忘了 今天是伯母在我这请客 请客请什么客 今天是你和婉璐结婚八周年 伯母在我这拜了一周 对不起 我忘了 伯母 为了你和婉璐和好 真是用心良苦 你来得正好 我给你看看今天晚上菜单 八个冷盆八个热炒 于云 你跟我说这个 你告诉我你现在有钱没钱 现金大概三四千吧 那不够 干嘛 有存款吗 你知道 我的钱全用在饭店装修上 哪来什么存款 欣田 你让他进来吧 你让他进来吧 谢谢 没关系 李先生 请坐 李先生有什么事吗 好 我想跟你借一笔钱 多少钱 二十万 没问题 不过我想知道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这你别问了 我有急用 你是不是 我真的不会告诉你 好吧 好 好 好 OK processed 好的 一 谢谢 这钱算我送你的 不用还 不 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写了这么个东西 你看一下 行吗 好吧 那先这样 谢谢 妈妈 爸爸和小姨还来不来啊 就是 欣田和秀丽怎么还不来啊 再给他打个电话吧 吃点青菜 秀丽电话不通 给新田打 喂 你去报警吧 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我绝对没报警 这点你必须要相信我 现在钱就在我身上 你赶快告诉我把钱送到什么地方 等我们的通知 喂 喂 战戒 打不进去 喂 再打 喂 喂 去 律元 星田 星田 大家都在等你呢 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快过来吧 我 我现在有事 我去不了 他来不了了 他有什么事啊 你让他赶紧过来嘛 妈 来不了了 我们去先吃吧 不行 今天这个日子 一家人一个都不能少 你问问星田 他知不知道秀丽在哪儿 星田 星田 你知不知道秀丽在哪里呀 我不知道 喂 他挂了 他说什么呀 他说他不知道秀丽在哪儿啊 这两人到底怎么回事呢 喂 去哪儿 新庄 好 新庄什么地方 喂 喂 新庄 新庄 倒是下午到我这儿来过一次 他说什么了 他想借钱 好像是一大笔钱 喂 他借钱干什么 他没输 喂 啊 到哪儿 北苏州路 好 知道了 师傅 咱们去北苏州路 北苏州路 那可要绕个大圈子了 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快点吧 好 好 钱呢 人呢 出来 点清楚了 还算你手信用 走 你不要紧吧 没事 你在哪儿弄那么多钱啊 我借他 跟谁借的 盛阳 你怎么跟他借钱啊 是吗 我不跟他借钱 我找谁借钱 姐夫 我对不起你 受委屈了 先别说这些了 回家的 你先去吧 好 走 快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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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上哪儿去了 一晚上找不着你们 你们怎么回事嘛 爸 那个 我跟人谈点生意 然后 我让修理一块儿就陪我去的 新田 你是老实人 不会扯谎就别扯谎 老实交代 你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们都是说话呀 姐 你去跟妈说让妈别问了 回头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妈 自然他们都回来了 你就别管了 进去睡 不要弄清楚 他们俩到底在捣什么鬼 修理 你说 妈 您别生气了 明天再说吧 不行 我今天非要问清楚 新田 你今天跟云元借钱 你借钱干什么 妈 妈 你别别我姐夫了 我说 新田 我姐夫借钱是为了我 我全说了 我欠了人家的钱 是我姐夫借钱帮我还上了 你欠人家的钱 上次你姐夫不是用家里的钱 帮你还上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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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欠了二十万 上次还了六万还剩十四万 现在丽家丽又变成了二十万 修理 你究竟做了什么 怎么欠人家那么多的钱呢 你怎么会欠人家那么多钱 我跟人借钱炒股 赔了 修理呀 你 那么多的钱你怎么还呢 妈 事情都已经出了 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反正现在钱都还上了吗 还了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你说呀你在哪儿记得钱 沈阳 你 你跟沈阳借钱 你 你好意思开口吗你 欣天 你凭什么跟沈阳借钱 我凭什么跟他借钱 我 我愿意跟他借钱啊 可是我今天不拿的这些钱 修理就回不来了 我不找他我 我不找他我 擅长那么多的天气我 修理 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想说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说 在你眼里只有你姐夫才能帮你 对不对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姐 我是不敢跟你说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 你有那么多钱啊 你能介绍吗 不管怎么说 多少也凑一点 行了鱼儿你别说了 你就是不帮我我也不会怪你 因为我根本没指望谁会帮我 只有我姐夫才会真心的帮我 你眼里是不是只有你姐夫 是又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你们的事我管不了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姐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跟我姐夫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还用我说吗 你不是想说我喜欢我姐夫吗 对 我就是喜欢我姐夫怎么了 修理 修理 今天我当着全家人的面 我把话说清楚了 我喜欢我姐夫 我暗恋他 修理 你不是想跟那个沈阳好吗 你修好修好了 修理 修阳我姐夫我要 修理 修理 你还嘴硬 你闯了这么大的祸 你倒有理了 东宝 我先走了 玉玉 玉玉 修阳 刚才她是胡说八道 你别记在心上啊 没 没事 修理 你还不送送修阳 又我送吗 自己没张腿啊 你 我 我走了 玉玉 你看看 你看看 好端端的一个家 让你们给弄成什么样了吗 谁啊 谁啊 星天跟你借钱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想她可能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 否则的话她也不可能跟我开着个口 你知道她跟你借钱是干什么用吗 她没说 秀丽欠了别人很多钱 她借钱是为了帮秀丽还债 这个钱我会还给你的 那就不用还了 只要她同意跟你离婚 我会给她更多的补偿 我知道 你提出给她三百万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毕竟她照顾你这么多年 再说 她也需要钱呢 她怎么说 她没说同意 但我想 我想她会同意的 为什么 毕竟 你跟她离婚是迟早的事情 我想 她没必要落个人才两空吧 再说有了这笔钱 可以改变她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想她不会犯傻的 你们谁都不会想到我 宛如 你别这么说 你这样说我 我心里不舒服 挺难受的 我知道这么做 对你是一种伤害 可是宛如我爱你 我想我这么做 我对李欣廷来讲 可能也是一种补偿 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变成了这样一个女人 宛如 我求求你了 你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好吗 谁啊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不一定非要成为夫妻 可命中注定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从我们冲锋那时候起 我就认定了这一点 宛如 当年我离开你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现在既然有了改变这个错误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再在一起的话 可能又会是一个错误 你站住 我 你听我跟你解释解释我跟秀丽的事行不行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跟秀丽我们两个 什么事都没有 秀丽她真的很喜欢你 她喜欢她喜欢我还能怎么着 我是她姐夫 真是你想哪去了你 你 如果你跟嫂子分手 那她 到不了那一步 想什么呢你在哪儿 我说的是如果 我告诉你 就如果是我跟你嫂子我们俩 就真的走到那一步 我跟秀丽也是不可能的 你放心吧你 秀丽她又不喜欢我 我爱她那是一厢情愿 没用 你过来 过来 坐下 坐下 我跟你说 其实我发现这秀丽啊 还真的有点喜欢你 你说你着什么急啊 你不能慢慢来啊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帮我 你说让我怎么帮 你跟嫂子不离婚那就是帮我 人家要提出来离的话那 那就离呗 我不情愿看着你跟嫂子离婚的 你说这我说了算吗 人家真的想离 他想跟沈阳好你说 我能拦得住吗我 来 喂 哪儿 外婆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我的话没有人听 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外婆我听你的话 是啊 这一家子 只有田田听我的话 对吧 田田 回房间做功课去吧 不 我陪外婆 田田听话 去做功课 那 水 来田田 快 您跟着 您别生气了 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了 儿大不有娘 我走 眼不见心不烦 妈 妈 妈 您别走 妈 妈 对不起 惹您生气了 妈 欣天啊 是妈对不起你啊 妈没教育好 妈 妈 您坐 您坐 妈 您 有什么话您说就是 好吧 您非让我说 我就说吧 我老了 也糊涂了 好多事情我也弄不懂了 可我就是不懂 可我就是不懂 好好的一个家 怎么就弄成这一样 宛如 修理 你们俩今儿都在 我就是生你们两个人的气 妈气什么 我不是气你们听不听我的话 我的话也不一定对 听不听自然有你呗 我说气你们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长大 竟让妈替你们担心 妈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们好日子 不知道好好地过呀 我担心你们自家人 伤了自家人 马荣就说你吧 当初你跟沈阳好 我没反对 那是妈看错了人 一个没良心的沈阳 一走了之 说把你扔了就把你扔了 妈心疼你呀 可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眼泪往肚里淹 是人家心疼 我嫌弃你 一直把你照顾到现在 人家心疼容易吗 现在好了 那个沈阳又出现了 你跟他拉拉扯扯 不清不白 这算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老江家 可不能做这种 无情无依的事 还有你秀丽 直到现在你也不结婚 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 就看中了你姐夫 你说你像什么话 你这样你对得起你姐吗 我不是说的 你不知乎 我拿你当儿子 我也说你两句 宛如是我的女儿 我知道的 她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身在福中不知福 一直到现在 她还忘不掉那个沈阳 你呀 你就多担待她点 一日福气百日恩 你可千万别计较她 你是一家之主 这个家要维持下去 还得靠你 妈 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我今天把话说清楚 我把女儿交给你 她要是跟沈阳怎么样 我到时候可是问你要人 话是这么说 到时候 我两眼一闭 腿一灯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明天我就回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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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住几天吧 妈 不了 明天回去 如果你们不想让我生气 明天你们就送我回去 我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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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你咱们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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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